就是发掘到很多本地人 很喜欢到就是马来西亚去品尝当地的美食 所以我就想到说 不如我们把马来西亚的这个味道带进来 其实三楼米粉它最特别的就是 炒了之后重新再煎成 很透 然后你吃的时候那个香味是特别好 喇啦蒸鱼肉 这个也是我们的另外一道的这个招牌菜 我们用的是深海鱼肉 比如说安国利啊 红鸡鱼啊 这些鱼肉 配上这个新鲜的喇啦 就用潮州式的豆浆来混合在一起 蒸出来的味道是特别香醇 还有另外一道的招牌菜是我们的甘榜鸡猫 我们是采用以1.6公斤以上的甘榜鸡 然后在砂锅里面重新闷到手 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是原汁原味 所以吃起来特别的香醇 其实我们做的菜肴很大部分都是针对家常的味道 都是以马来西亚的口味为主 所以在新加坡来说 就是一般的煮草店都很难品尝得到 这其实是我们新山大排档的特色 我的名字叫李莱宽 这这个新山大排档的负责人 本身我是一名厨师 我之前其实是担任新山总厨 也在那边挺长的时间 就想说是不是时候想自己出来创业 就开始有了这个想法 开始的时候会比较碰到一些困难 就是调味料的问题 因为毕竟新加坡调味料跟马来西亚的有挺大的区别 所以开始的时候 我都会自己到马来西亚去采购一些当地的调味料 现在目前来讲是挺稳定 因为已经找到新加坡代理的供应商 服务方面肯定 就是服务毕竟就是要让顾客有一个亲切感 所以我也是会经常提醒前线的员工 就是遇到顾客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当天就是会做一些开会来解决 其实我们公司最大的目标就是引进更多的马来西亚的美食 就是把它带进来新加坡开设更多的分店 让本地的国人在新加坡都可以品尝得到纯正的马来西亚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